提到一些就是手指還有指甲這些問題 那其實的話呢 其實我們手的握力 其實跟我們的健康還蠻息息相關的 像我這邊是有個案例啦 那他其實是一個70歲的男性 70歲的男性 那他的話呢 其實他平常都是來我的門診 拿一個高血壓藥 那他本身是一個右撇子 那這天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一直用左手 比如用左手拿健保卡啦 然後用左手摸一下鼻子 然後用左手摸一下頭髮等等 我覺得奇怪 我說先生你把你的右手拿出來看一下 就看到奇怪 怎麼右手好像就覺得 力量好像比較弱的感覺 那我就趕緊把他做一些身體檢查 那通常的話 我們都會去測試我們的握力啦 這天後我就覺得說 我比較他的左右手的握力 就發現說 兩手真的有差 他右手的握力 就是真的比較缺乏 那我就趕快把他 請去神經內科去做一些檢查 那神經內科呢 幫他做一個頸部的動脈的超應波 那我就發現說 其實他頸部的動脈 其實狹窄得非常的嚴重 那我就再仔細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平常有時候 會覺得臉麻麻的 或是手會無力這樣 他說偶爾 比如說他坐在那裡 可能平常就突然 就覺得手開始無力 然後臉開始麻等等 這樣的狀況發生 後來神經內科把他診斷 叫做一個 所以的話 這個就要趕快去做一些治療 那其實不管說我們手的握力 你剛剛說是講單側 其實當你雙側的手也的握力 也比較差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也要開始注意喔 過去的話我們可能想說 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說 可能是因為老化的關係 覺得手的握力好像變得比較差 那現在的話其實發現說 其實你雙手的握力比較差的時候 可能就代表說 你心臟的功能比較不好 那心臟功能比較不好的時候 血就比較不容易打出來 比較不容易打出來的時候 你雙手的握力就會比較差 所以你看除了 剛剛提到的指甲 手指等等 我們的握力其實也是相當重要 一個健康的指標 除了握力之外 還有剛剛講到這個手掌的餘劑 或手心之外 其實在中醫來說 還講到是一個關節部分 我有一個病人 我常要笑稱她說是 台灣版的安傑莉娜球莉 安傑莉娜球莉是一個是BARCA 就是BRCA一個基因有缺陷 他把全身的身體器 都是切光光的一個女藝人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相似的案例 我本來看不出來 因為它氣色很紅潤 每天跑趴 喝紅酒 紅潤的藥命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它是金融液 化妝化得非常漂亮 可是我看到她就發現說 奇怪我總覺得你的氣 邁向就是重案 輕案 中案 我都按不到 重案才好像有一點點 好像 我說你給我看手 她手上每一個關節 都是輕案紫 黑色的 那妳要叫她好像 卸妝給妳看 對啊 她就拿兩巴掌 就剛見面這樣 她怎麼好意思講 後來再說了三五次 我就問她 原來第一個是她乳房 做兩次到三次的切除之後 過幾年她又怎麼樣 她卵巢和疏卵管 都做一部分切除 所以她的生殖力 是有點小問題 但是她還是捨不得 把整組拿掉 因為她這東西 她是對她來說很重要 但是在我們這邊 挑的都還不錯 可是唯一就是一個 驚痛非常嚴重 過了兩年又怎麼樣 她的一個子宮 長了18公分的肌瘤 因為她的復發性非常的高 我們就用了很多的方法 跟她說其實妳要去切除 果真她又去拿 把18公分子宮肌切除 又在我們這邊過了五年 然後就是調理身體 還是維持著非常漂亮 非常拉風的樣子 可是最近她又來找我 為什麼 她說經痛到28天到35天經期 她一個月可以痛26天 就是經常也痛 月經來也痛 月經後也痛 26天因為她子宮 這一次沒有癌細胞了 可是整個子宮 從肿脹到比大家大三倍 所以她這次子宮肌限症 剛剛已經知道二級西藥的 管制性的止痛藥了 她用中藥和條筋藥 讓她整個身體是舒服的 所以這種女生在 其實在台灣是滿多的 是啊 女人真辛苦 好誇張 可是我有一個比較離譜的事 我有一次 因為那時候在拍八點檔 我就是有一天下午 剛好中午休息的時間 就聯絡上嘉一 她還沒休息我就去看 就打針吃藥就趕快嘛 然後後來我回家洗個澡之後 我又出門去錄影 剛好去錄一個美食節目 那時候我必須要介紹 我的料理是什麼 然後就咬了雞湯出來 就在講說裡面有什麼... 然後在咬的過程當中 我只是覺得 就整個這樣抖抖 這麼抖 我以為地震 可是我覺得 然後主持人看我我也很尷尬 然後我看攝影師就是 一直跟我死眼色叫我不要抖 然後我就覺得完蛋了 是我的問題 不是別人的問題 然後我就再... 我就不敢試 我就直接放下來 然後我就完了灑 就灑在那裡 然後後來我就在想 是不是今天的藥開得太重 有可能 那我就想說好 收工 然後我就趕快回去找我的嘉醫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個藥是不是太重了 因為以往吃都不會這樣 他就幫我看 沒有啊 藥都一樣 怎麼可能 後來那個醫生他就說 梁洋姐妳去抽血 後來去院寫完之後很快喔 那個也不用等 所以馬上就知道 他說梁洋姐妳有假抗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你的家族裡面有沒有人有 我就不能回話 然後我一回想 有嗎 我很小的時候 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媽媽有開過假裝線 然後我再回想 對 我大姐的女兒 有一陣子暴瘦 掉了十幾二十公斤 也是因為假抗 然後前不久我二姐 也是掉了十幾公斤 也是假抗 然後有一天我女兒感冒 去看醫生 醫生只是這樣目測 就跟她講說 妳好像有假抗 結果我現在想一想 對耶 那我媽媽有 我大姐女兒有 我二姐有 我也有 我如果太累的時候 免疫系統下降的時候 那個假抗的基因 就會一直一直出來 像隱形修結科 這麼有才華的人 他以為鼻子上長斑 結果一檢查 竟然發現是皮膚癌 皮膚上是各種斑點 很多人分不清楚 究竟它是正常老化還是生病 怎麼來判別呢 我一姐 身上有這些斑點 是健康的警訊 所以我常常注意 我手上這個斑點看到沒有 可是他 可是我以前就有了 其實我常跟我畢業講 看著他你都不要他 因為你常常會去看他 會看到有沒有變化 就怕長在背上看不到 對 如果說長在背上 長在腳底 像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有遇過一個是 他就是結婚的時候 人家幫他輸新娘頭 才發現說 後面脖子的地方長了一顆 才發現那個是黑色素細胞癌 對 因為他自己看不到 在美國白人其實相當多 那其實在華人生活 那請問一下黑人也會有嗎 黑人也會有 那怎麼去分辨 他就顏色都是黑色 看不出來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會教大家 A B C D E 這樣子一個口訣 那它是英文字的一個縮寫 A就是不對稱 然後B是邊緣有點鋸齒狀 C是說它顏色很多個 黑色 紅色 咖啡色 在同一個病罩裡面 那第一是說直徑 直徑如果大於0.6公分 所以拿個尺涼涼 一就是說如果有隆起 凸起那比較不好 那我們剛剛就說黑漬的部分 要小心像這個 你看都霧霧了 所以這個整個都暈出去 這個是黑色素細胞 這比較危險 對 它最好是趕快切掉 不是說我們亞洲人 就不會長這些東西 長了 尤其是手掌 腳掌 回去看看 如果有的話 就是盡早把它切掉 要切 要切深嘛對不對 對 要切乾淨 邊緣都要去看 但是大家常看到的是老人斑 你可能覺得說還好對不對 可是老人斑或是曬斑 如果說它反覆一直潰瘍 一直爛 或是長一些紅色的 巴掩跟屑屑 這也要小心 也有可能是 也是有可能是皮膚癌的 那其實大家最不知道的 它最不出眠 其實反而是白斑的病人要小心 白斑的點 它就是出來的時候 它有喜歡在嘴巴旁邊 所以有沒有 歐美有一個名模很有名 白斑名模 就是在嘴巴旁邊 眼睛旁邊 手指頭關節 漢斑喜歡在身上 所以這個位置上面 跟它的表現 是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要提起的是說 很多白斑的病人 不知道它的危險性 像我有一個50幾歲的白斑病人 他在手上有 那他做生意 怕人家看 他去做一件事情 去刺青 好像是把那個白斑蓋掉 可是此地無疑三百兩年 不蓋還好 蓋了大家想說你刺這個什麼 然後一看背景什麼好像 他以為說那是一個背景 那個刺的是一條龍 叫白龍王 所以其實像這樣白斑病人 他們很可愛 他想說 第一個想說我去曬黑 是不是我曬得不夠 可是那些白的地方 已經沒有黑色素細胞 就是他沒有工廠的 所以你再怎麼曬 他也做不出產品 他給你這麼白 那曬得五年 十年下來的話 其實他 那另外就是說 很多人不知道 白斑要去檢驗一個功能 叫 其實白斑很多病人 是何必有 甲狀腺功能異常 譬如說 我自己就有一個病人 他剛發現他就趕快去 我叫他趕快去檢查 那後來他的甲狀腺發炎 自體免疫的控制下來以後 白斑也非常好控制 所以其實白斑一定是越早期治療 越早期檢查說你其他有沒有一些 身體的一些異狀 這個是對他身體是有幫助 那個白斑就是他剛剛講 大陸叫白巔峰 其實在大陸還有很多 就是專門治療白斑的醫院 整家醫院就是只有治這個病 也沒有治這個病 所以這個病的 這叫白巔峰 白巔峰 對 其實所以這個人口其實滿多的 他其實像國外 像那個Michael Jackson 還有大陸有一個藝人叫馮小剛 對 其實他們就是都有 就是白斑的問題 另外我們今天還要講說 就是亞洲人 亞洲人跟白人的皮膚的斑點 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亞洲人有一個特殊的東西 叫幹斑 對 大家應該 有的人叫黃克斑 或是什麼 暈斑 懷孕後產生這樣 記得有一個case也是這樣 他就是男生陪女朋友來看 女朋友說要打雷射 陪他來 我一看我就說 女朋友 我看這沒幾個雀斑 我看他男朋友說 你這個就 你自己臉上有乾斑 要脫一下 他聽到乾斑他嚇死了 他說完了 我每天喝酒應酬 我一直說 我想說我是不是肝不好 對 他也說不用... 我不用治療 男生嘛 自尊心 他說不用... 然後回去又驗了一大堆 發現也沒事 然後才又回來 偷偷的背著女朋友跑來 說一三二在乾斑怎麼脫 我就跟他說你不用擔心 你看一下我 我自己也有 這種就是要打雷射 但是他其實是跟 免疫力啦 情緒啦 壓力啦 睡眠 甚至於便秘 腸胃系統都有關係 我就說你再去驗一下 你的那個內分泌 後來就轉去 就沒回來了 你那個內科醫生 也有在打雷射 就把他轉動了 你這是打雷射 好 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 然後就是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乾斑 所以左邊那個就是 自己打雷射前 後來打了一個月 自己做得比較圖長 會掉嗎 會稍微淡一些 但是其實只要一有壓力 比如說跟老婆吵架 或是說小孩不乖 不是說到乾斑 對 說到乾斑 然後就馬上就會 可能隔天又變一個 對啊 因為那種 真的是這樣嗎 會有那種一夜就會這樣子 會 真的會 沒有 因為他在生成的東西 還是會跑出來 打都是表面的 所以乾斑有時候真的很慘 就是說我們比如說跟幫病人治療 治療真的有進步有進步 真的突然吵一架 下個禮拜回來全部又 又來了 又來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